我剛剛看到他在吹這個菜 我不懂為什麼要吹 這是自然讓它保持翠綠的方法 你剛說菜很熱,讓整盤 我們大盤菜 整盤等一下放在這邊 它悶熱它會黑掉 所以這是最自然的 讓它保持翠綠的方法 就是稍微把它溫度降溫一下 然後就好了 吹一下子就好了 把它吹 吹到它不會冒煙為止 然後就OK了 它就會一直保持這麼翠綠 這是比較天然的方法 就是吹涼一下而已 那是小秘訣 那我是在網站上有看到 有些人是加一點什麼化學的 它是加減 加減 它對身體不健康 那我們的方式就是 炒起來之後趕快把它降溫 它自然就保持這麼翠綠 所以所有的青菜都要這樣做 對,綠色菜都要這樣做 可是我跟你講我不懂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說沒煮過菜 對,你家裡是量少 量少它自己它不會燜 燜熱在那邊 我們量大的時候炒這種大盤菜 它燜在那裡就會黑掉 所以你應該把它翻一下 讓它吹一下風 散熱的降溫 所以你剛剛說如果說是 一炒出來放到熱 還是熱的 還是熱的 稍微降溫一下而已 把它吹到它不會冒煙 這樣子 而且它不冒煙的話 我剛剛跟你講的原因是說 它不冒煙 我櫃子才不會不冒 我炒出來就放下去 它煙裡冒 我整個玻璃燭光就霧掉了 對對對 所以這是兩個原因重點 好的,謝謝你